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咱们修一台美迪的电子炉 它的问题就是客户在使用的时候 听到里边啪的一声 然后就不通电 没有任何反应了 我们现在把它拆开来检查一下 拆开以后我们首先要检查一下这个保险 我们看一下这个保险内部已经都烧坏了 它这个啪的一声就是这个保险出的声音 保险烧坏以后啊 我们不要直接更换它 我们首先还要检查一下这个IGBT 这个IGBT肯定是坏了 它坏了以后才会避保险 我们先测量一下这个IGBT坏不坏 我们用无线表的二级挂档来测量一下这个IGBT 这个IGBT已经烧坏击穿了 像这种情况它烧坏以后 有一些情况是这个正中条 它也跟着一块烧坏 有的它不烧坏 我们先把这个IGBT拆下来 然后接着再检查一下这个18分纹压管 然后还有背面的这个 它采用的是贴片式的三级管对管 这是S8050一个是S8550 我们把这些都需要检查一下 然后我们再检查一下整楼桥 看这个整楼桥也击穿了 它也坏了 然后在这个IGBT这一机连接的这有个粉红色的玻璃管 这是一个18伏的纹压管 我们测量一下它 看有没有击穿 它已经击穿烧坏了 这台电子路烧保险 炸IGBT 它这个根本原因就是18伏纹压管击穿短路引起的 在我们维修的时候 如果想彻底解决根本问题 我们还需要把后边这两个贴片的S8050和8550对管一块给它换掉 因为这两个出现问题后 它也会出现就是烧IGBT照保险 它们两个一般测量是有时候 它这个是软坏 就是软故障 用完表是测量不出来的 所以说我们也不需要测量它们了 直接把这些坏的原件换上 就能从根本上彻底解决这个烧保险的问题 连接这个18伏纹压管的这两个贴片三级管 就是S8050和S8550的对管 好 现在已经把保险整流桥IGBT18伏纹压管 还有背面的这个对管也都换掉了 这是刚才换下来的6个坏的原件 大家在维修的时候 如果发现这个保险炸成这样了 首先先检查这三个原件 三个原件我们换完以后 再把这两个对管给它换掉 这样的话就能解除我们的后骨之佑 修好一会儿 这电磁炉再用两件是没问题的 现在我们把电磁炉装起来 然后烧点水试一下 看看修好了没有 我们开机来试一下 没问题了 看下水已经烧开了 视频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